歷史悠久的香港維多利亞港渡海泳在中斷33年後 星期日在風平浪靜當中再度登場 大約1,000名游泳好手分4批 從九龍半島的里圓門三家村公眾碼頭出發 橫到維多利亞港游向對岸香港島全程1800米 香港自從1906年開始主辦維港渡海泳 但在海水水質問題 與維多利亞港兩岸興建等多種因素下 被迫在1979年終止這一項一年一度的盛事 環保團體發現比賽路線的海水大場乾滾含量超標 但渡海泳組織者希望今次活動能夠緩起政府和民眾 對環境、海水水質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給予更多關注